好,高兴,你脚尖往我那边钻点,好 好,别急了 别动 程旭是中华老字号内联生的副总经人 今天,他带领四位年轻将人来到大北朝相馆 拍摄一组宣传海报 人尘阳 蔡文科 徐文浩 布比,这四位都是80后鞋将 也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内联生千层底布鞋制作记忆的第五代传承员 他们成为内联生活跃而富有创造力的招牌形象 拍摄这组海报 我们希望把内联生新工匠,潮流工匠的这一面体现出来 内联生是百年老店,百年以前代表当时的时尚 我们现在也要回归时尚 清咸丰三年 公元1853年 受益出众的智协师傅赵婷 得到一位朝廷大员的支持 在北京,近临皇城的东郊民巷 创建了自己的品牌 内联生 创立一时 赵婷瞄准的是做轿子本 制作的是当时小众而尖端的产品 潮靴 也就是专供官员们上潮传的官学 内联生三个字 寓意 宫廷大内 联生三集 既点出经营内容 又暗示出店主人与朝廷内的微妙关系 在朝廷内的文武百官 基本上都穿内联生的潮穴 他用料非常讲究 做工非常精细 内联生潮穴鞋底 厚达三十二层 精工细作 外表看上去厚而不重 黑断鞋断面厚 色泽黑亮 官员上朝 要给皇上一个好的印象 就是走路无声 非常精神 非常干练 清朝归至严格 具备一定品级的官员 才能穿潮靴 专门制作潮靴的内联生 自然成为品质的象征 内联生创立的第二年 1854年 与其理念相似的路易威登 在巴黎诞生 制造出了当时最时尚的行李箱 三年之后 巴宝利 在伦敦诞生 生产出了皇室御用风雨衣 不同于行李箱和风雨衣 随着清朝的衰亡 内联生的巢靴 失去了服务的对象 走进了博物馆 坐轿子的双脚 变为大踏步的行走 内联生 转而制作结实轻便的 小圆口布鞋 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 民国时期 社会上流传着几句口头禅 叫什么呢 头顶马居园 脚踩内联生 身穿八大响 腰缠四大横 具备这几下呢 证明了你是一个成功人士 也是你身份的象征 内联生 始终在追赶时代的脚步 越来越多年轻顾客 来到内联生 希望定制个性十足的步骤 每逢周日 任陈阳和师弟们 都会轮流来到 位于前门大师那儿的 内联生总店 为顾客 两脚定型 对 这是经典的 这是小羊口的 给您画脚样 两脚定制 是内联生的一个特色 间链之初 做了一个巢靴 巢靴都需要两脚定制 这么多年 两脚定制 始终是这么保持下来的 这是折尾 就是脚的最宽处 这个呢 是肤尾 然后呢 还有一个兜根尾 陈妍和肖锦林 都在国外留学 他们专程来到内联生 想要定制一双 独一无二的步骤 我是个音乐人 我最近在拍MV 所以这次我想加一些 我的个人的元素进去 可以 没问题 我弟弟呢 他打篮球 能不能把这个鞋 能不能怎么跟篮球 我给您推荐 就是这个款式 在这些面料上呢 可以多少号和logo 可以秀这啥 我觉得这一半变成一个半个篮球 这边写一个比如我的名字的信啊 或者一个号码之类的 你多大了 今年十四岁 哦 十四岁 哦 那你是我这两脚当中年龄最小 那你能怎么办 没问题 theres 对 对 你是我那样的 我 我 他们 这样子 就是 不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每一双定制布鞋都需要五天左右的时间才能制作完成 任陈阳每个月最多能制作五双布鞋 在内连生 位于北京马连道的工厂内 看不到忙碌的工业生产场面 没有轰鸣的机器 内连生千层底布鞋的制作 依然延续着一百多年来的传统 九十多道工序全部由手工完成 人手是有温度的 我觉得制出鞋来它也是温暖的 鞋不差分 衣不差寸 这一分才三毫米 在这个三毫米之间你有微弱的变化 突然间就感觉这个人这精神面貌也不一样 这鞋的精气神也在这上 何凯英是任陈阳的师傅 也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 内连生第四代传人 从内连生开始创电之初 一直延续着这个纯瘦工制作 包括签底啊 上鞋啊 质底这一块呢 切包 圈 纳 锤 五道工序 男底三十五层 女底三十一层 这是有标准的 把这么多层布固定在一起 再去纳这个里边的芯 一字底一双鞋要纳2100多针 每平方寸9981针 要是十字底呢 就等于加一倍 就在这一字底上又横着又来一针 这是4200多针 内连生所保留的 正是中国最传统的手工制鞋技艺 早在秦兵马俑上 就已经可以看到这种工艺的雏形 这咱们祖宗的智慧也非常够 采用了这个针细线粗 粘小空 然后又一个很粗的绳子 然后咱们把它用力的带过去 麻有一定的膨胀力 利用了这个麻绳和纯棉摆布的这种结合 就非常的稳固 制作鞋帮我们叫拉粘 冲键壶 粘 裁断 链杆 压平 运平整 然后呢 再修 刚出来一个 我们叫口片 然后就开始 就到上鞋这一块了 上鞋这一块很关键 咱们缝制鞋的时候吧 那就是一个镜头 这一双一定要从头至尾做完 它能保持这一双鞋带的完整性 如今 最重要的上鞋工作 何凯英师傅都交给了四个徒弟来完成 徒弟们也像师傅一样 在操作台前一坐 就是两三个小时 每一双鞋都会对应一对鞋旋 内连生的制鞋机密 就蕴含在这些鞋旋的数据中 先做出鞋旋 再做鞋 因为这个鞋 您看做出完的鞋 跟这个鞋旋是一模一样的 最小的像这种铜鞋 这就是宝宝鞋 您别看它那鞋特别小 也得有专门一款鞋旋 直尾 肤尾 兜根尾 组成了一双鞋的三维数据 内连生制鞋工艺的精细与讲究 就体现在这些鞋旋中 经典的小圆口布鞋 上鞋工艺也最复杂 为了隐藏针脚 任陈阳需要先缝合鞋旅 做成之后 再反转过来 称为反上 人家你看到这个订活 等于这个绣好了是吧 对 布鞋的图案 可以任由顾客选择 但布鞋是否合适 合脚 就要看工匠的手艺了 缝子当中 脑子里时刻想的顾客的脚 是什么样的 哪肥哪瘦 或哪有问题 在缝子当中 可能你缝子那儿就得注意 因为我们这手工活 它不像机器 我们手工活很自如 如果说想到顾客这脚 可能这儿有骨点或肥点 在这当中呢 我们缝起来可以稍微呢 放放帮 那儿呢就给让出来了 所以说这个手工活 这也是技巧 这是机器取代不了的 2018年8月 内连生把店铺开到了北京的三里屯 这个时尚活力的街区 迎来了第一家中华老字号 时代在变 人们追逐的时尚也在变 但不论何种身份与职业 每一双脚 都需要一双玉贴的鞋来呵护 这份舒适温暖的体验 正是内连生 金工细作的美 都需要一双玉贴的鞋来 就需要一双玉贴的鞋来